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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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买安 歡迎收看大甲江麵突約時時即食麵 我是花仔星 今天是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 農曆7月14日剛剛過去 今個月的新聞 一單被一單神秘 其中一宗嵌樹殺人事件 真是會令大家質疑 有沒有那麼邪 究竟是鬼魂作祟 還是人為的管理疏忽 導致這宗奪命事故發生呢? 上星期二 觀塘順利村一個巴士站 有一棵大樹倒塌 押傷旅途人 送院後證實不治 今次嵌下來的樹 本種是印度橡樹 在本港十分普遍 因為它的生長速度驚人 而且它的生長範圍也十分廣闊 經常佔據極大的地方 由於橡樹是一種熔熟樹木 樹質相對較容易負難 如果印度橡樹生長速度不及負難的速度 就容易有倒塌的風險 所以對於大型的橡樹 政府應該對它們的生長位置做一些監管 避免有意外的發生 但是照這次的嵌樹事件來看 這棵印度橡樹 泥土的位置不足 樹旁更加有碩屎 導致樹根難以伸展 加上樹底是行人眾多的巴士站 對途人的風險很高 可見政府造的所謂綠化環境 根本就是隨隨隨便亂當來 在不適合種大樹的地方 亂當移植大量好像印度橡樹 那些可以生亂三十米高的大樹 定期檢查又得過去 甚至沒有人見過有人來檢查過 完全網顧市民的安危 政府在當年年成立樹木管理辦事處 由不同的部門管理 位于不同地区的树木 但很可惜 现时香港未有足够的相关专材 去管理树木 所以只能够外判 被承办商管理 但是承办商竟然连乱绿的树枝都要割除 树皮受到真菌感染而脱脱 树身被白矮咬至空心都没有及时救治 令到嵌树的情况一再出现 而且根据香港01翻查文件显示 截至2017年3月31日 各个政府部门需要护养146.9万棵树 合共642名园警师和树艺师参与工作 换言之 每人需要护养2288棵树 令到日常树木管理的人手短缺 即使过去5年 政府部门一共花了19亿公帑来护树 但是单计今年头8个月 就已经有623宗嵌树报告 和一死六伤的惨剧 究竟是钱不够用 还是其他原因 令到19亿都做不到什么 就真是不得而知了 其实长远来说 政府有需要投放资源 培育或者聘请更多的树艺师 做好树木保育的工作 不过最重要的是 看清楚情况 不要在不适合的地方移植不适合的大树 种了又不去理 什么都随随随随 口讲 香港做了好多陆法环境的工作 实际上就放置大量的计时炸弹 血染港狗 大家可能以为 政府投放了好多资源 到陆法环境和监管 但是以政府这些倒行逆施的方法 这19亿等于扔掉到咸水海一样 与其倒钱落海 不如什么都不要做 少做少错 还可以省点钱 现在才是8月尾 香港会打风的日子 会去到10月 大家生活在这个 绿化得这么完美的环境 打风落雨要走出街 真是自求多福了 今晚吃面就吃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大甲干面 再会 我说大甲干面 来自台湾的大甲干面 以天然的小米粉仔 无添加 北京油炸 搭配100%唇黑豆提炼的酱油 健康好吃又不油膩 还有8款味道给你选 好吃到停不住口 大甲干面就是令你想 大甲特甲 带着急 大口食的 台湾手工面 好面 我摆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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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Ecco 我摆面了 我摆了